哈喽,吉祥瑞 我們 又是 教課的時間到了 來 大家一定要記住 以後我們的課 不是以後 我們的課你們都要趕快上來 爭取時間 是吧 爭取時間 如果還沒有這張 沒有關係 這張沒有關係 你們可以買 新加坡是10塊7毛 馬來西亞就不知道了 馬來西亞不懂 馬來西亞的話你就要看我們 KX的那個林師傅怎麼樣說 上一節課呢 我們講的是 我們講的是 筆尖 上一節課 我們講的是筆尖 就是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筆尖 我們講的是筆尖 所以相信大家也應該 應該懂 筆尖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人問說這個 如果 年月日時 這個月的地方 出現的筆尖是怎麼樣 會怎麼樣 其實看命 你不能夠這麼看 因為你先要把十個神都認識清楚 你要把十個神都認識清楚 每一個神的角度先認識清楚 就像打高爾夫球 只能把這個打球 只能把這個打球 他的 他的灰桿 他的腳步 應該要怎麼樣站 他灰桿應該怎麼灰 就只能把基本功告訴你 然後當時的風向 就不是老師可以預測的 所以在這個問題的時候 千萬不能夠說 我上面有筆尖 你就以這個筆尖 就直接去論命了 就跟人家談了 這樣不是很正確 初級有初級的學法 初級有初級的說法 初級有初級的說法 很多人 因為看到筆尖在這個地方 而筆尖是属於克才的 他就直接說 此人無才 所以我們 我經常都跟大家說了 這個地方 月注是筆尖 大家知道筆尖嗎 知道筆尖嗎 這個叫筆尖 你看有很多神 這總共十個神 總共十個神 所以一定要先把筆尖了解清楚 那筆尖如果是在這個地方 通常我們都說 非無才之論 你不可以把他論成他一輩子都沒錢 或者是他是一個窮光蛋 不可以這麼說 月干大運行三觀 還記得嗎 月干大運行三觀 此時金錢善四方 就是我們要看一個人的筆尖 要看一個人的八字 先要了解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師神 先要了解每一個師神 要了解每一個 所以我們的筆尖一和筆尖二 已經在Facebook了 好 那麼大家就好好的去學 好 好不好 好好的去學 那麼 今天 大家還沒有這一張 沒有關係 還沒有這一張 你不要煩 沒有關係 因為買這一張才十塊七毛錢 就買得到了 那麼有些人說 師父啊 學東西是不是要從零開始學 就是從學 我們這個筆尖是怎麼樣擺出來 我們接下來怎麼擺出來 這個怎麼擺出來 是可以的 過去在十多年前我教都是這樣 一步一步的教 就是同我為筆尖 我身為食尚 我克為財心 都是這樣慢慢的一步一步教 現代的人比較不能夠接受 要快 要快 就直接想要上手了 所以我說方便面還是方便 方便面還是方便的意思 來 這個 當我們有這個的時候 所以我們的命盤 我們的命盤必須要一樣 那麼我們才能夠 才能夠 才能夠說的 就是你才知道看哪裡 這個地方呢 黃色這個地方就是代表我們的命主 代表我們的天園 代表我們的元神 代表我們自己 代表日神 也代表日圓 就是代表我們自己 所以你五行書什麼呢 你就看這裡 這五行書什麼 属木 哦 我是属木的 是的 你一輩子属木 是的 所以現在主要當然 如果有這張八字在手的 你就要有這八字 要拿這個八字出來 那好像昨天 昨天我們的助理們 也是拿他這裡的八字 出來 然後就能夠學的比較多了 能學的比較多 也比較有興趣 今天我們談的是劫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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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財 劫財 今天我們談的是劫財 啊 談的是劫財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啊 劫財和筆尖它的分別啊 是真的是比較 比較 比較廣的啊 劫財和筆尖的分別是比較廣的 同樣 來 這個地方叫做我 你一定要記住 這個地方 這個字啊 黃色這個啊 就是代表我 我 我 我的意思 代表我 來 記住啊 這個字代表我 欸 這不是假嗎 是五行啊 五行天干啊 是假木 但是你要記住 這個就是我 好 所以我 我有什麼呢 我就會有陰陽 我就一定會有陰 或者是 陽 我就一定會有陰陽 首先 請問 我是陰還是陽 就是你咯 啊 你要自己問自己 我是陰還是陽 欸 這一步你要這樣做 第二步就是行 行 行呢 啊 就是 我的五行 叫行 我的五行是什麼 啊 第三 啊 就是 我們叫 同行 同性啊 比如說 啊 我是屬木的 對不對 第一 你看 我的五行是什麼 我的五行是什麼 我的五行是 木 但你還沒告訴我陰陽啊 啊 你是陰還是陽呢 我是陰還是陽 羊 啊 羊 好我們圈起來 我們圈起來 哦 那這個和這個 加在一起就是一個假 啊 啊 所以首先 一定要圈陰陽 你到底是陰還是陽 第二 啊 你的五行是什麼 當你說陽 當你說五行是木 我們總結就是 假 啊 我們總結就是假 所以啊 陽加木等於假 陰加木等於乙 就這麼簡單 啊 那麼 如果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啊 這個是基本功啊 要學的啊 當你看到了假 啊 我推進來一點點啊 當我看到了假呢 啊 這個 就叫做 你看到了假啦 不用說 陰陽一定跟你一樣嘛 對不對 跟你是不是一樣 木也是不是跟你一樣 是啊 跟我一樣啊 一樣啊 一樣你就叫筆尖喔 一樣喔 一樣叫筆尖 啊 那要不要簡單一點 都一樣嘛 一樣 一樣兩個字 我們再短一點 就叫同 啊 啊 就叫同 就夠 夠了啊 啊 啊 同 那麼同是不是我呢 叫同我嘛 同我為筆尖 欸 這樣學你就能學得到 那還有一個你看 我還沒圈起來呢 這個 啊 那當我遇到了木 不過是什麼 不過是陰 陰陽跟不跟我一樣呢 不一樣 但五行一樣嘛 對嗎 對 五行一樣 陰陽不一樣 五行一樣 還是一家人 啊 還是一家人 這個我們就叫劫財 我們就叫劫財 啊 我們就叫劫財 就這樣子 啊 所以當我們 那簡單說呢就是 當我看到假的時候呢 我就知道了 筆尖 當我看到乙的時候呢 我就知道跟我一樣是木嘛 你看 就劫財 啊 啊 這個這個意思就很很很容易懂了 啊 同我 同我是 輔助我 是幫助我 是壯大我的 我們比如這麼說 啊 當你看到一個明星 啊 在台上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啊 看到一個明星 比如說你看到劉德華 啊 看到你知道誰是麦克杰森嗎 麦克杰森跳舞很厲害的那個 他 在舞台的時候 人家會怎麼樣 人家會 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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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絕對不會喊 梁師傅 梁師傅 不可能會這麼喊的嗎 所以當一個人 站在台上 我們很喜歡他的時候 我們就會喊他的名字 那底下這些人 就是我們的劫財 啊 就是劫財 他會喊著我們的名字 心裡看著我們 想著我們 眼睛想著 全部都對著我們 一律的對著我們 那個叫劫財 為什麼你不可以叫劫財 因為他性別會 不是 因為他不站在一起 他不站在他的台上 如果他站在他台上 那叫劫財 同的嘛 那叫劫財 他們在台下 但是心呢 心對著的是台上的那個人 口呢 對著也是台上那個人 所叫出 所聽 所看 所想的 都是台上那個人 他不可能說劉德華 站在那上面 他想著張學友的 這不可能 一瞬之間 都是劫財 那你為什麼要用劫財 你為什麼不能用筆尖 為什麼說 站在台上那個 叫筆尖 而在台下那些 呼喚著他的名字的 叫劫財呢 為什麼呢 我問你去聽劉德華的演唱會 一定要給錢 對不對 一定要給錢 不可能說不給錢 這些影迷啊 歌迷什麼迷都要給錢 這就是劫財了 原來啊 他們就被劫了 他們呢 用他們的錢去買這個票 所以站在上面的叫筆尖 這樣子的一個筆分 大家就知道了 來 我們今天呢 就好好的談筆尖 不 劫財 大家要注意聽這個劫財 劫財啊 筆尖你聽完了嘛 對嗎 然後劫財你再好好的聽 所以 劫財肯定啊 陰陽與我不同 你一定要記住 你看這個劫財 啊 這個劫財 劫財 劫財永遠不會在我們的 原神 不會 永遠不會 永遠永遠不會 啊 只要是我們原神 所屬之五行 原神所屬之五行 那就是了 所以 嗯 陰陽與我不同 陰陽記住 一定是陰陽不同 一定是陰陽不同 然後 五行呢 五行跟我一樣 大家一定要懂得這個啊 一定要懂得這個啊 一定要懂得這個啊 一定要 記住 來 那麼 筆尖啊 筆尖與我 為同性 看到筆尖 當我們看到筆尖的時候 第一樣東西我們要想到的是 與我為同性 劫財呢 劫財與我為異性 就是劫財一定是與我不同的啊 但是他們的客財是一樣的 但客財的力量又不一樣 大家一直聽下去啊 你就很認識這個劫財 你首先你先不要管劫財在哪裡哪裡哪裡 會怎麼樣 你先要了解這個劫財 劫財它的 意思它的含義 你要把它給懂了 明了 那我可以告訴你 你已經知道了筆尖 你再知道了劫財你就不得了 下來我們越教越深的時候啊 哇 你就very good 你就會very very good 就very good 我們說劫財 來談一談劫財 這個劫財 劫財喜歡自己 劫財 他會 劫財的人特別特別喜歡自己 傷己無理 只要你敢傷害他 他就會拼命的報復 他就會不行 不行 不可以 這樣子的 劫財 那筆尖呢 那筆尖不一樣啊 筆尖 他自我反省 所以啊 老闆 比較喜歡這個筆尖 還是比較喜歡劫財 你們說 還是劫財 筆尖 筆尖 如果這個老闆 這個老闆喜歡筆尖的話 那就是 他應該是沒有一個領導性的人 在他的公司 怎麼說呢 每一個員工 老闆都去說他 說了之後 員工在自我反省 好不好 自我反省不好 但是這樣會耽誤老闆的時間 因為這是一個事業 這不是一個學校 事業是不可以讓你自我反省的 你要自我反省你就要去哪裡 學校 所以要看啊 但是老闆更喜歡誰呢 更喜歡那些 劫財 為什麼老闆喜歡劫財 因為劫財 他不能夠讓你 胡作非為 劫財他不可以 就是老闆定的規定就是規定 我們打個比方 如果你的經理是筆尖 你遲 遲到了 你少兩分鐘打卡 他會OK 但是你遇到劫財你就慘了 他扣你的錢 你說劫財錯嗎 我們新加坡人說underball 就是很嚴格 只要有一條理在那邊你就死了 理解那個意思嗎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啊 那麼現在這個中國不能送高官什麼理了 不可以了 以前說送一點東西還行的 現在 有時候拜託一個村長還是什麼的幫我們做事 我送你一個茶葉茶杯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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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用了 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嚴格了 新加坡也是不能夠貪污 這個是屬於什麼呢 筆架還是劫財 劫財 這是屬於劫財 理解了啊 好 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去理解 劫財慢慢去理解他啊 我講的越來越深重 所以劫財呢 是看證據的 這個東西不是我做的 絕對不是我做的 然後你給他看證據 他承認 是 那是我做 他不是賴皮 不是不認 而是你無憑無懼嘛 你有憑有懼呢 有憑有懼 他就會承認 這是劫財 看證據的 所以我們說 筆尖自我反省力會比較強一點 上一次我們叫過 劫財呢 劫財不易低頭 劫財是屬於什麼 不易低頭 不容易低頭 這是 不容易低頭 這是劫財 大家要記住 所以啊 劫財也是什麼 劫財也算是一個 參考心 比如說你問劫財 欸 你說我應不應該跟這個 男人離婚 或者說 男朋友分手 筆尖劫財都會問你為什麼 所以 我們人生 有時候 有很多時候呢 就是 你的生命當中的下一步 是出自於 別人的這個 別人的這個 這個 建議 很多時候 更多時候 更多時候是出自於 筆尖和劫財的建議 昏然不一樣 如果說 你問 欸我的 我該不該 跟這個男孩子 分手 我的男朋友分手 你問筆尖 筆尖會告訴你 啊 可以原諒 我們盡量原諒他 劫財呢 劫財會問你 就比如說他是 有小三 那劫財會直接跟你說 不行 這個你要分手 為什麼 你怕沒男人啊 這樣的男人還要他 欸 這是劫財 所以當你問到筆尖的答案 和劫財的答案 兩個答案的時候呢 你就煩惱了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組件 那麼你為什麼會接受筆尖的答案呢 因為你的八字裡面存著筆尖的能量 我們再說買東西 你如果跟筆尖一起去買的話 你很難買到東西 你問他這個是 這個是番茄的電話 那這個呢 這是香蕉的電話 那買番茄電話好 還是香蕉電話好 筆尖會告訴你 番茄有番茄的好 香蕉電話有香蕉電話的好 那麼劫財呢 劫財會直接告訴你買香蕉電話 所以如果你叫筆尖和劫財 一起去跟你買電話的話呢 那就完了 那你買不到電話 但是筆尖我們說他有選擇病 好 再來筆尖 你們要寫下來 要寫下來 兒子劫財難教 兒子劫財難教 太自主了 你要教劫財 你一定要跟他畫一條線 比如 你考試 這一次 如果沒有考80分 爸爸就不買什麼給你 如果你考80分 那爸爸就會怎麼樣怎麼樣給你 這個 劫財考到80分 你千萬不要說到做不到 但有些人一聽啊 比較喜歡筆尖 不喜歡劫財 但是劫財走的路啊 比較乾淨 你們有沒有送過女孩子回家 女孩子有沒有被送過男孩子 被男孩子送過你回家 不管是男朋友 通常是男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到你回家 下車了 送你到家了 你走進去你的地方了 因為女孩子應該都不知道 都被送的嘛 我們說男孩子 男孩子們 你有沒有看過 很多不管認識多久 都不會 轉過頭再看你一眼 那個都是劫財 劫財都不會轉過頭看你一眼的 那麼你有沒有看過那個男孩子 站在那邊 或者你自己有沒有這種感覺 你就站在那邊等 拜拜 OK 小心喔 拜拜 這個男孩子跟大家說 拜拜 小心喔 上去打個電話給我喔 這個人肯定百分之百比肩 然後呢 他在那邊等 等什麼呢 等到看你走進去 十個裡面十個的心 都希望你能夠回頭看一下 沒有回頭啊 那肯定是劫財了 那筆尖呢 如果 劫財送筆尖回 送那個女孩子筆尖回 那女孩子的名叫筆尖 那男孩子的名叫劫財 那送他回 那女孩子呢 就一定會轉過身看一下 那劫財呢 走囉 就走囉 不管他在車上也好 他也會等一下 明白嗎 所以我用這樣的來說 希望你們能懂 有時候女孩子回家的人都會懂的 有一些筆尖很重的 他上了樓還會再往下去再看一下 你有沒有試過 為什麼你回到家了 都不打一個電話給我 害我擔心死了 有沒有 那個你不能說他是筆尖或者劫財 因為你有沒有答應過他 要打給他 有啊 我說回到家我再打一個電話給你啊 然後你沒有打對不對 對啊 然後他生氣對不對 對啊 一句話 你答應的你要做 劫財 你答應了你不做 你就 把你的命給劫了 就是這麼簡單 讓你們深厚的去了解劫財 這樣你學八字就學得很有很有味了 請問 飛機飛過去 裡面有多少人 筆尖會去猜 劫財說你無聊 欸 你看 這樣看你就懂了 啊 這樣看你就會明白了 就會懂了 我 你們要快快快快快把它寫下來 快點把它寫下來 啊 要不然你什麼都不懂 啊 所以要記住 啊要記住 來繼續 那麼 當八字沒有劫財 沒有 對不起 八字沒有筆尖 但他有三個筆尖 三個筆尖就是一個劫財 三個劫財 就是一個筆尖 這三個筆尖 他就會有筆尖的性質在裡面 一定要記住這個 啊 所以當你看 欸 呃 我 答應要送你回家 對不對 你答應筆尖要送他回家 然後呢 你沒做到是嗎 那筆尖就開始說了 你是不是答應我 是啊 但是我突然間有事什麼什麼 這不關我的事 你就不要答應我 你答應我了 你不可以做不到 不是 我呢是不是 我不要聽 那就是劫財 百分之百劫財 下次不可以再這樣了 他是劫財多帶有筆尖 怎麼會難分析啊 那你太好命了 你一生當中沒遇過這樣的事啊 你 我告訴你啊 筆尖在戲 在電影院外面等你 你說幾點要來 要跟他看戲 他買了票在那邊等你 筆尖啊 你沒有來 他會打電影 他心裡面還會想著 你是不是出事了 劫財呢 劫財他在那邊等你 時間到了 他走進去了 他有沒有在看戲呢 沒有 他滿腦子在想怎麼樣 怎麼樣審問你 把你當成是被告 啊 所以 這個 有些人喜歡這樣 有些人喜歡這樣 這不好說啦 這真不好說 我只能把這個告訴你 那你自己去想 以後你就看到筆尖你就知道了 看到劫財你就知道了 好 懂了哈 是不是覺得很有趣啊 但是 真的啊 有時候我們遇到這些事 還真不是有趣啊 還真痛苦啊 那麼 所以呢 筆尖啊 自我反省力是很強的 那麼劫財呢 是不低頭的 也或者說 不輕易低頭 不輕易低頭 好 有沒有偷東西 有啊 那絕對是筆尖 有沒有偷東西 沒有 你還敢狡辯 我沒狡辯 你把這張頭給他看 是有 有啊 又怎麼樣 有啊 這沒辦法了 誒 劫財是一個這樣的 所以筆尖他心裡面啊 有一個證據在 他就是 就是做錯事啊 你看筆尖的臉啊 所以筆尖中馬票啊 你一看他的臉就知道了 劫財不容易看 我說沒中沒中 你不信就不信 那你最後你說 你還說沒中 你看我都看到這張紙了 那 我為什麼一定要告訴你啊 哎呦 啊 痛苦啊 這就是人生啊 知道 但是當你會筆尖劫財 這兩個分析的時候 你就會自己告訴自己了 來我看你要八字一下 呵呵 劫財做事 和筆尖做事不一樣 劫財做事 堅持到底 很 幾乎沒聽說過放棄的 堅持 堅持 再堅持 筆尖呢 筆尖呢 筆尖做事呢 思東想西啊 筆尖就會一直在想了 哎呦 這樣做 嗯 怎麼辦呢 那等一下這樣 哎呦 怎麼辦呢 哎呦 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我們常說啊 筆尖破財對不對 嗯 截財破財對不對 嗯 截財破的財是大財 一塊一塊的 截財破大財 筆尖呢 它散散的 它的財就是一堆 一點一點的 散散的散散的 這樣破 哎 破到這個修車 又破到這個輪胎 再破到這個東西 再破到這個東西 啊 這是筆尖 那截財呢 截財整兩次爆炸了 那破財 這樣你們 學很多啊 學很多啊 能學很多的啊 告訴你們 我們說 男截 可溫 女截呢 可永 男孩子 遇到了截財 他可以變成一個很溫柔的男人 啊 需要這個嗎 需要我幫忙嗎 你千萬不要把它當成是筆尖喔 不是喔 他截財 男孩子啊 哈嘍 你好 請問 這個 女裝的皮包 多少錢啊 這個是 300塊 你戴著還挺好的 這裡有鏡子 來你戴一下 挺好看的 你有沒有試過 男孩子跟女孩子剪頭髮的 嗯 對不對 啊 那個是 男孩子 帶有截財 啊 他生意很好的 他生意很好的 有人說陰陽條和 有人說陰陽條和 那女呢 女的截呢 女的截又不一樣 女的截又不一樣 女的截是 可勇 女截可勇 可勇 可勇是什麼意思呢 女孩子就是很 很勇猛的啊 比如說女孩子啊 她賣那種體育的東西 啊 你看 她就跟你解釋的 非常的勇 非常的 不是粗魯喔 不是喔 就是 這種 這個 運動鞋 當你在跑步的時候啊 欸 你要怎樣講 這個女孩子呢 她賣男孩子的東西 她就特別 她有截財的話 她就特別的 讓你就是 買的特別的舒服 啊 買的特別的舒服 從這一點啊 大家就能夠 去了解到 啊 男截 可溫 女截 可勇 的這個含義 跟剛才我們說的 截財做事 啊 堅持到底 啊 比肩做事 思東想西 那大家就 就懂得怎麼樣去分 懂得怎麼樣去分 所以我的作風 就是希望大家 要好好學習 學會怎麼捨 來捨這個就有很大的功夫了 第一 讓你的家人知道 你對這個八字 有興趣 你喜歡這個八字 這個就是什麼 把你的喜好捨給其他 家人讓他知道 你不是迷的 你喜歡水晶 讓家人知道 這個水晶的好處 而你為什麼要喜歡這個水晶 這是捨 那你得呢 就會得到理解 慢慢的理 慢慢的 把這些八字啊 把這些風水啊 學會了幹嘛 學會了用在你的生活上 這有意義 如果用到一個時間 你覺得非常好的時候呢 記得一定要幫助你的朋友 所以大家要記住 那麼 剛才我們說了 南劫可溫 女劫呢 可永 要記住 那麼這個劫財啊 劫財以反性格做事 反性格做事 所以一個男人 他用劫財 這個劫財的男人啊 他可以用女孩子的那種 比女孩子還女孩子 但是你們不要以為說是男男不男不女 不是 他是女孩 有時候我們看到一個男孩子 然後他的聲音 什麼啦 怎樣啊 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 男的 他用劫財 反性的方式 反性格的方式 來做 所以大家要記住啊 當我們撞車 或者創人 或者人家創你 有一些人一下來就是什麼 哇 你怎麼駕車的 那絕對不是筆尖 那絕對不是 但是 如果你撞筆尖的車 你還跟他大小聲 那你就 你就看著 所以大家要理解這個意思 筆尖我盡量用比喻來給你們很快的就了解他 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 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 這一句話就是從筆尖 劫財來的 防人之心不可無 那麼筆尖的話呢 小防 防人之心不可無 筆尖是小防 他不會一直帶著防人 他有時候防著防著忘了防了 就像你這個人是一個多嘴 很多嘴的人 然後呢 嗯 我這個我不能跟你說太多 然後呢 說著 說著 最後全錯啦 這是筆尖 小防 劫財呢 真防 真假的真 所以 我不知道 我不懂 說你們喜歡筆尖還是劫財 我不知道 但是從這邊呢 你們慢慢就會了解你到底是筆尖還是劫財 有時候啊有些人我告訴你他現在腦子裡面想什麼 他想到 我那個經理原來就是劫財 哈哈哈哈 有些人就想到說我老婆原來這是筆尖 嗯 來 我們繼續啊 劫財當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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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決定 我們首先先說一說啊 你的這個決定啊 你決定嗎 啊 我是老闆 我決定 我決定 我決定就是這個決定 你不能夠去改變我的決定 明天我來了 我還是這個決定 當你的老闆這樣的時候 你的領導這樣的時候 你的朋友這樣子的時候 哪怕是借錢也是一樣的 我說三個月還你 那三個月他敲你的門 你趕快還 因為他一定是劫財 三個月 他不會 八十九天來的不會 他會九十天 他八十九天來的可能性就是 他九十天他要出國了 他的理由很充足的 所以啊 你不要去知道你的老闆是劫財還是筆尖 你首先看你老闆 你老闆 你的爸爸決定了 你的朋友決定了就是決定了 落下了根就是落下了根 我們這樣子的分析 你就會懂了 堅持他的決定 那就是劫財 那就是我的老闆是劫財 筆尖呢 這是劫財 筆尖呢 筆尖當老闆 決定之事啊 大多會改 大多會改 你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就這樣啊 123了 好 明天呢 我看呢123還是改成124 完了 完了 完了完了 所以這個筆尖啊 劫財 那筆尖 堅持不久 就是 我跟你說了啊 昨天跟你們說了 123 怎麼今天你們就做124呢 我不可以讓你們這樣啦 欸 好像是劫財啊 那你再看下去 你又做124了 125了 128了 唉 我不想管你們啦 那就是筆尖啦 那就是筆尖啦 所以大家要記住 要記住 來 我們繼續 繼續說 嗯 房人 所謂房人之心不可無 這個要記住了啊 這就是出自於八字 這個筆尖結財 就是你要記住啊 筆尖是小房喔 結財是真房喔 那麼 結財 結財會讓人啊 比如啊 學八字有時候我們要學 一面之功 什麼叫一面之功 就第一次看到你啊 我就能夠說出 這個叫一面之功 一面之功 一面之功 什麼叫一面之功 就是 感覺什麼呢 你感覺這個人傲氣 一看 很有傲氣 很有傲氣 那種人啊 我們有一種覺得高不可怕 他一說話 就是很傲氣 他不說話也有一種傲氣 我跟大家說一下 讓你們更能夠理解 戴黑眼鏡 戴黑眼鏡 戴黑眼鏡是什麼意思 戴黑眼鏡 戴個帽子 戴個黑眼鏡 你感覺到這個人什麼 神秘 但是有些人戴黑眼鏡 他很有那種傲的感覺 很有傲的感覺 很有傲的感覺 那麼傲的感覺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說他是黑社會嗎 不是 你說他是警察呢 又不像 就是有那種傲氣的感覺 那這個不一定代表他 但是這個代表說 他這個打扮 就是一個劫財的打扮 那麼如果說 你想要讓他 這個筆尖 這個劫財 有沒有謙虛感呢 你要有憑據 你就能夠看到 比如說他遇到一個真正 他福的 他的教授 他遇到他福的人 他那些傲氣就低了 他那些謙虛感就升上來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這一點 要懂得這一點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很重要的 再來 我們再看下去 所以呢 大家要懂得 筆和結真的很大的不一樣 筆呢 筆尖啊 筆尖就是這個 這個叫筆尖 這個 看到嗎 這個叫筆尖 好 筆尖 這叫筆尖 筆尖 那麼筆尖啊 勒爾不妨戴可 筆尖呢 他一旦開心起來的時候啊 他就忘了 他就會忘了 忘了 忘我了 那劫財呢 接下来傲之代客 傲之代客 他用他的傲的方式来代客 所以有没有人觉得 有时候我挺比肩的 有时候我挺劫财的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每天都有年月日食 每天都有不同的时辰在影响着我们 所以人的心情 他的情绪才会有变动 才会有变动 时辰 因为受到了外面的五行的影响 每天都有八字 每天都有五行 每分钟都有五行 每分钟都有天干地支 所以他会随着这个天干地支的影响 而有冲动 或者被人利用 所以十之八九都是被人家利用 那十之八九都被人家利用 所以比肩劫财 一定要懂得非常的清楚 你们遇到的人 你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比肩大家要记住 比肩乐而不妨代客 劫财呢 是傲之代客 这个要记住 比肩所说的 就是比肩在代客的时候 就说你好吗 什么什么 就很 他不会去说 你会不会买我的东西 他不会去管 Hello 请坐 什么 他不会去想说 哎呀我 我不会去 不会去管 你这个人会不会跟我买东西啊 会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啊 那比肩不会想这些 劫财呢 劫财会 劫财会 会想的多一些 劫财 那么 比肩 与人 尽处 就是很靠近的 去相处 比肩 那么 劫财呢 聚而待人 就是 劫财他跟你在一起 Hello 你好吗 你要这个 你要这个是吗 劫财跟你靠近 但是他的心是有抵抗的 他的心是有距离的 心是有距离的 这就是 比肩和劫财的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 所以 比肩呢 与人 尽处 你要大家记住啊 让人感觉到呢 比较清净一些 比较亲切一些 所以上一次我们教了 比肩他最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 对人好啊 这个好啊 这个好 最后呢 自寻烦恼 劫财呢 聚而待人 那就是 令人呢 感觉有距离 就是 我们跟这个人讲话的时候啊 我们就 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到底是劫财 还是比肩 很容易发现 很容易 比如说 我们跟一个人买车 你是第一次跟他买车 对不对 他跟你解释得非常的清楚 然后你没有买 他也会 打电话给你啊 问你怎么样啊 考虑他怎么样啊 那保持你的电话啊 这些 这是比肩 那么劫财呢 劫财只要你不要给他任何的承诺 比如说 好 我考虑一下 两天后才打给你 劫财完全不会管你这句话 你今天那么帮我啊 谢谢你啊 改次我发财的时候 我第一个啊 先答谢你 你跟比肩说可以 你跟劫财说 他理都不理你 他觉得不实际 等你做马票再说吧 他的心态就是这样 你不能说劫财错 你不能说比肩错 他这个就是他的性质 他的性格 他性格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劫财怕受伤 很有自我保护的那种感觉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 你看 我为大家呢 做了很多的很多的这个 这些功夫啊 很多 整本啊 整本啊 有够你们学的 够你们学的 真的真的 完完全全够你们学的 你们可以不用去 不用去担心 足够 足够你们学 我们还会说的啊 还会说 劫财在年 在月 在日 看到吗 在时 这些 当然了 这个这个是 没有没有这样的 还还没有到这个时候 还没到 还没到 你不用担心 还没有到 你看 2025年 看到吗 我是抓这样的八字 来讲一下 那大家就能够学嘛 就能够学 而且学的 很多 学的也会很好 学的也会很多 明白 秘籍 我跟你说 秘籍啊 还 这不是秘籍 如果说 我们说的啊 比如啊 我这样说 好不好 来我们试一下啊 给你们听一下 好不好 来听一下啊 我这样子说 啊 这个人的 命格 是属于甲木 啊 甲木 我们说什么呢 甲木 骑在龙背上 这个人应有 正应之 相伴 而正应为 鱼器 鱼器 而不透出 他的智慧啊 都显示出 很容易显示出 他的智慧 就是说 这个小孩 你很容易教 但因为有节才 就是我们说 天干三节 透出啊 天干三节 透出 根于何处呢 根于日下之中期 因为 他这个 丙火 看到吗 他这个丙火 丙火 下面是石神 石神为何物 寿星也 石神就是寿星 寿星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叫 木能生火 对不对 他的八字 是木能生火 木多 火熄啊 所以这个人命不长 命不长矣啊 这样子听的话 很多人很 很喜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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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对对对 师父这样 因为你为什么会说对的 因为你学很久了嘛 你跟我久了 你学会了 但别人啊 不行 你这样子讲 他跑掉了 就是我要买 我这样子讲的话 我告诉你啊 这里啊 最多十个人 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听 讲得太深了 我要一个一个 慢慢的 慢慢的配跟你们说 慢慢一个一个配 慢慢一个配 如果今天我跟大家收钱 跟大家收钱 有没有错呢 绝对没错 对不对 绝对没错 但是啊 天意如此 就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有聚会 对不对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教大家 哎 天意如此 天又给我一个机会 舍 所以如果这样说的话 完蛋 我饮师福说法 我看 哭了几次了 美华归人 你的那颗小心灵 就跟我一样